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朝向南岛苏普大盛宴第二天 数以万计的乡亲以及全国各地的民众 从傍晚起不断的涌入花莲德行大潮坪的会场 现场气氛热舞嗨翻天 延续第一日的热情 独萨情人之夜盛大展开 县长徐正伟以及吉安乡的圣安部落头目潘树成 立法委员傅昆奇以及众多的贵宾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朋友们的历临 享受原住民的文化美食以及千人共舞 响应国际太平洋南岛最盛大 最具指标性的台湾原住民族的世界级文化活动 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朝向南岛苏普大盛宴第二天 数以万计乡亲以及全国各地民众 从傍晚起不断涌入花莲德行大潮坪的会场 现场气氛热闹还翻天 缘续第一天的热情 情人职业生态展开 现在许中卫协同吉安乡深汉部头目潘树成 与扑坤其众多贵宾 欢迎来自全世界的各地朋友们历临 享受原住民文化 美食以及千人共舞 欢迎我们南岛的家人回到台湾 回到古今的回报 回到花莲 尤其是这几年 花莲县我们走向南岛 走向所有的玻璃尼西亚 以玻璃尼西亚为中心的我们的四大集点 还有一个纽西兰 去年我们欢迎的大西地的表演团队 前年更欢迎的毛利人 纽西兰毛利人 今年我们欢迎夏威夷 明年后年我们即将要欢迎的是 我们富贺街岛 以及马达加斯加岛 跟我们的族人回到花莲 苏不大一起来过我们的末年节 我想从台湾航向世界 世界走进台湾 面向花莲 这是我们希望让世界看到花莲 我们一年比一年 这些部落的孩子的表演 真的会让在场的各位来感动 我们虽然在三个月前 受了非常重的伤 重建之路可能要很多点 但是花莲人非常的坚强 非常的勇敢 也非常的善良 我们会面对老天爷 持续的来给我们的加持 慢慢慢慢的 我们走出康床大道 现在许中文以熟悉的主意 向说民众致意 台湾拥有丰富的多元文化 花莲南岛文化发言地 透过联合红典节 扩大让大家认识 支持爱上扑落我化之美 绿博夫公司表示每年全国最大的联合风宁节 在华林举办 不论是线上观看直播的观众 或是列领现场参与部演出的民众 相信都能够体验到联合风宁节 不只是尊重台湾千年本土文化的千年传唱 让原众文化能够在这块土地上代代相传 记者金鸿宏毅 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